在主里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平安 欢迎一起来收看 话语之全这个节目 让我们能够来想一想 你认为的上帝是什么样的神 因为神是伟大奇妙神 祂到底有多伟大呢 或者祂想的是什么呢 跟你我想的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几段经文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31节 那时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是否你会觉得 跟《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 有一些的可以相呼应呢 耶稣鼓励他的门徒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主的见证 这是主在还没有升天之前 交代他的门徒的 然后我们来看 耶稣所想的跟门徒所想的 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首先看门徒想的是什么 在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 门徒想的是什么 当耶稣跟门徒说出 他即将被定罪 要定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的时候 他的门徒 雅各跟约翰 想的是自己 要坐左边还右边 想的是自己的定位 而且不只是他们两个想 当他的母亲 雅各约翰的母亲 来要求耶稣的时候 身旁的其他的门徒们也生气 就代表他们其实想的是一样的 是为自己想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 当耶稣复活之后呢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他们看到耶稣复活 极开心 因为他们以为 耶稣这次来准是要恢复 地上的国跟权柄了 他们终于可以 不再只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管辖之下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国 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做直到地级 做主的见证 耶稣他们想的是 恢复地上的国跟权柄 耶稣想的是 要他们被圣灵充满 往外去传福音 做见证 在地上建立神的国 到了五旬节 圣灵降临之后呢 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们因着听了耶稣的话 顺服耶稣的话 等候圣灵 圣灵降临的时候 我们看见彼得站起来 讲到三千个人信主 在这圣经里面呢 就说他们天天从此之后 红心合意地横竊着在殿里面 在家中剥饼 也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得重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嫁给他们 可以说他们是真实的享受 在神的同在里面 可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极大的 前所未有的复兴在他们当中 可以说他们不再像耶稣 被钉十字架之后 他们所要害怕的 所要躲避罗马兵丁的 这个时候他们是非常开放的 而且在家中剥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范 在那里赞美神 并且得着众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嫁给他们 原本他们只是一个小众 但是因着圣灵的能力 看见教会增长 人数越来越多 他们就成了一个大的数 大的群众 甚至众名都喜欢爱他 甚至众人也敬畏他们 这样不是很好吗 许多时候我们的心里想 这样就够了 可是很奇妙的事情是 圣经没有听在这里 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 为他吹凶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间里 第四节说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 去宣讲基督 教会透过逼迫 显出神的心意来 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要看见 神的心意是扩张 神的心意是要把门徒带出来 因为在那个美好的教会聚会的氛围里面 他们每一天忙着服饰 忙着团团转 但是耶稣要把他们带出来 因为主的目的是要让福音传出去 从犹太然后撒玛利亚要传出去 扩张不是要扩张自己的版图 不是要扩张自己的计划 扩张是需要代价的 扩张不是自己选择要在哪里扩张 而是要顺服主的计划 如意岛纯福音教会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现任的主任牧师李永迅牧师 当赵牧师把棒子接给他的时候 他改变了教会的策略 原本这个教会是一个mega church 是一个最大的教会 是一个聚集的教会 众人涌向这个最大的教会来聚会 但是李牧师上任之后 他的祷告他的策略是打散 打散教会的小组 因为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教会 因为他知道不是一个教会复兴 神就可以得到荣耀 他鼓励这些小组长 在他所居住的各地遍地开花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 神的心意是建立 如果要建立教会 就必须要有一群同工 而且是一群受训练的同工 是一群可以团结的同工 这就需要训练 而这个训练是需要刻意地进行 不是随心所欲 不是随意的 任性的 你想要来就来 或者是你喜欢就做 所以训练需要一个计划 需要一个目标 就好像运动员一样 也需要环境的配合 才能够显出一个果效 有时候训练 是需要先拆毁 再建造的 神的心意不是要建立一个建筑物 神的心意永远都是在人的身上 因为在他的创造里面 唯有他创造人 照着他的形象 也有他创造人之后 他看为甚好 神建立神的工人 是要建立生命 是要建立我们的品格 也要建立我们的态度 我们看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多少呢 主看我们的价值永远高于我们对自己所认识 所明白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以至于因着神看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极高 所以即便是需要透过环境的艰难来建立 他都觉得这是值得的 也觉得这是必须要的 所以透过一个教会遭到逼迫 门徒们就四散 四散不是去逃难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传道 这当中有一个人物 就是直视肥利 他被圣灵带到旷野去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会想 传福音为什么会去旷野呢 那里会有人吗 圣经告诉我们 他遇见一个艾提阿伯的太监 你又说他只有一个人啊 传福音只为一个人值得吗 浪费时间 可是殊不知就像种子种下去 是一棵 但是长出来会有多少的子力呢 艾提阿伯太监是一个外邦人 但是据教会的历史 因着他信主回到了他的国家 也就成就了非洲的大复兴 灵魂的得救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被神训练 有信心的眼光 属灵的眼光 要看见自己在神里面的价值 也要训练我们在神的里面 看见别人的价值 唯有你运用在神里面的价值 来看待你自己 你也才能够看见别人的价值 当你看见别人有价值 你自己就有空间在被提升 在被扩张 第三个我们要看到 神的心意是倍增 神要我们传福音建立教会 但是不是为了人数 更不是为了堂数 不是为了自己的喜欢 名望或自我感觉的良好 你看耶稣 不是要门徒只看见犹太 犹太 犹太 这个地方只停留在耶路撒冷 享受弟兄姐妹的一个团契 享受那样的一个医治 享受一个彼此的波兵 拨饼交流 没灾没病的在教会里面 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 耶稣的心意是要门徒面向犹太 面向加利利 面向撒玛利亚的各处 你的生命被建立了吗 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团契交流 不是为了享受主的话语的鼓励跟安慰 也不是享受众人人群的包围跟爱心 我们不是我们读神的话语 也更不是读我们自己所喜欢的经句 截取神的话语来吸收 我们唱敬拜的歌 更不是唱自己所喜欢的歌 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教会 有一派唱老歌 有一派唱新歌 其实对我们而言 敬拜从心里面唱 我们可以唱老歌 我们也可以唱新歌 只要能够感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那就是最好的歌 就是最好的敬拜 有一本书 在最近是非常畅销的书 叫耶稣和你想的不一样 这个作者他认为 现代宗教的问题就是人们 总是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耶稣 而不让耶稣的形象来塑造自己 把不喜欢耶稣的部分拿掉 再加上自己自认为正确的部分 让耶稣成了刻板僵化的角色人物 作者杰夫在书中指出 基督宗教有一个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故事 可是我们没有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来教会的目的是要被建立 在天然人里面建立耶稣的形象 把耶稣活出来 把耶稣的故事说出来 当我们谈到被真的时候 你能够想到被真是被真什么呢 不是被真金钱 不是被真成就 也不是被真个人的祝福 最近我在新闻当中得知 在澳洲有一个最长寿的发明家 科学家 大卫古德 他104岁的高手 他在过去 他完成了一套30册的世界生态系统的大权 他没有疾病 仅仅因为年龄带来的身体的退化 他的生活品质下降 在他104岁的生日的那一天 他许下一个心愿说 他想结束他的生命 他很后悔他活了这么久 我很讶异 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日祝福 都是祝福你要活到120岁 都是祝福你要长寿 但是这一位没灾没病的 104岁蒙福的这样的一个长辈 他说他想结束生命 我就去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许多的报道当中 我找到了关键的话 因为他说 他后来独居 没有办法 每一天看到他的老同事 老朋友 老战友 他被迫不能够再继续做研究 当我们的人的生命不再被扩张境界 当我们的生命不再被建立 不再被增 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那个目标 跟那个意义 神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人想的是一个安定的生活 人想的是一个不缺乏的生活 是一个为自己的生活 是地上的国 是满足自己地上的需要 但是耶稣所想的比我们大 他要在地上建立的是神的国 是一个真正自由 在神里面 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被扩张 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被建立成耶稣的形象 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被增的 不只是自己信主蒙福 我们也把主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救恩之福 可以传出去 跟更多的人来分享 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要扩张我们对你的认识 你要建立我们的生命 用你的话语 主愿你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立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主耶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增 你的话语被增 你的圣灵被增 你的爱心被增 帮助我们被圣灵充满 得着能力 让我们能够把神 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能够传扬出去 不受任何的拦阻 好叫主你的地上 你的地上的国 因着你的百姓能够来成就 能够来传扬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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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